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盛夏的时候 从树下经过 感觉仿佛有个雨滴滴在皮肤上 可抬头一看 晴空万里根本就没有要下雨的样子 于是你可能觉得这只是错觉 或是树枝滴在身上了 但如果你知道真相 恐怕就不是很能接受 这实际上是馋的尿 是的 你没听错 确实有液体滴在你身上 你也没有感觉错 但它们确实是馋的排泄物 但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排泄物 排泄物分很多种 像是汗液眼泪都算排泄物 它们有的是用来散热 有的是用来排除废料 馋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馋的生命周期很长 有的需要在土里折服三年 甚至还有五年和十七年的 这些幼虫折服如此长的时间 就是为了变成成虫繁衍后代 它们变成成虫之后 只有短短七十天寿命 而且还是在盛夏时期 正是热的时候 馋又是靠吸食树枝生活的 它们吸食树枝 或是依靠树枝里的营养物质生活 但它们吸了太多的树枝之后 就会变得很重 毕竟营养物质占少数 多数还是水分 短暂的成虫期 一颗都不能浪费 一切以繁殖优先 再加上盛夏时节 气温又低不了 这就导致它们会把多余的水分排出 既是为了保障自己飞得起来 也是为了散热 说到底还是为了繁衍后代 那些馋没完没了的名叫 也是为了吸引异性 只有雄性的蝉会叫 而雌蝉是哑巴 因此听到蝉在鸣叫之后 雌蝉就会自己赶到雄蝉的身边 完成交配 雌蝉也会用自己尖利的蝉轮管 将兽敬卵深深的埋进树里面 等待幼虫自己爬出来 再落到土地上周而复视 听起来似乎挺伟大的 但每年蝉鸣着实很烦人 但那句蝉在叫人坏掉 深有体会的 恰恰是海的那边的美国人民 他们要忍受三千亿只蝉的袭击 我们接着看 美国造三千亿只蝉袭击 天上地下全是蝉 坚强而又勇敢的美国人民 怎么也不会相信 他们又一次被一群蝉骚扰到 无法正常生活 上一次出现还是在十七年前 我们知道蝉的一生 主要是在土地里折服 有三年的 有五年的 有十七年的 他们的折服日期很有讲究 几乎都是质数 这就代表不同种类的蝉 可以在不同的年份里 分批出来化成成宠 繁衍而不后相互干扰 这次席卷美国十五个州的蝉 叫布鲁德蝉 他们也是这个族群里面 最壮大的一批 这也是美国特有的品种 只有在美国 人们才会遇到 折服时间最长的布鲁德蝉 很多人对他们的出现看法不一 但被人广泛接受的一种看法是 这种蝉在五百万年前就出现了 在漫长的历史中 有很多次出现了相隔时间 大约是十七年的温暖期 让这种布鲁德蝉能够幸存下来 而其他品种的蝉 都在冰河石器中冻死了 这很符合达尔文所说的 物景天泽自然演化 而另一种可能则是出于无奈 蝉处于食物链的底层 或许以前有很多其他年份的蝉 但是过于势力单薄 导致这些生物都被捕食者蚕食殆尽 而蝉的天体很少有能活过十七年的 再加上如此长的时间 非使他们的种群繁育越来越壮大 这就是他们演化出了 一个独一无二的策略 以数量去胜 无论不是蝉有多凶残 无论不是各吃到多少 这些蝉永远有足够的数量 能够幸存下来 并得以繁衍 而最后一种就比较违心主义 这种观点认为 他们十七年的蝉复期 却为了躲避生育高峰 我们知道世界上蝉不值一种 如果当他们蝉复期到了之后 出来发现另一种蝉也在醒来 就会导致双方不得不争抢资源 从而降低幸存者 这样也极大程度上的 保证了自己种族的延续 那么快乐教育的美国人民 为了对付这种蝉 又做了什么呢 我们接着看 每隔十七年 911的电话都会被打爆一次 有的人习以为常 有的人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 来电的人们说法不一 有的说百姓人来地球上抓人了 有的说苏联打进来了 911很无奈啊 大哥现在是2021年 苏联30年前就解体了 另外我要给你开一张15美元的法单 你说苏联打过来 吓得我同事把啤酒倒我裤子上了 你得配我一条新裤子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就是那批17年才会醒一次的蝉 蝉可能是世界上最过躁的虫子 而当上百一只蝉醒来之后 它们制造的噪音 甚至可以达到80到120分贝 很多人可能对这个数据 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 80分贝相当于汽车在马路上穿梭 而120分贝相当于飞机起飞雪产生的噪音 但是不要忘了 这群蝉是在一刻不停的制造噪音 如果只是几辆车偶尔经过那还好 但如果是排行几天里的航队 不停的在路上飞去而过 想想都感觉头皮发毛 更不用说啊 有几千架飞机在周围起降产生的噪音了 再加上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蝉 街上院子里树上到处都是 给视觉和心理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这要是我估计就得当场去世 别跟我说什么上班 就算是有辆满载黄金的汽车 重毁在我家院子门口 我都绝不会踏出房门一步 于是美国人民开始互相传授一些驱赶禅的妙招 比如现场给他们吹手苏格兰风格的风笛 据说有奇效 而一些人也坦然接受了这个现象 这也可以理解 甚至还有歌手 在这些禅的爆发期 给他们创造了一首歌曲 不得不说 美国人民的接受程度是真的高 就这样 这些在中国必然会下油锅的馋 在完成了他们的伟大事业之后 纷纷死去 等待着他们的下一代 在17年之后 继续他们昏愧的鸣叫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对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打 然后 走吧 来了